A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達達人對上希希蟻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符文時群 天梯呢現在又有這個地圖更換了 現在來到了符文時群 這樣地圖也是有一段時間沒見到 那先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 是達達人跟希希蟻人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7點鐘方向的Hera 選擇了達達 達達人特色呢 是馴服的動物可以吃了再更久一點 而且每開一個TC 都會有兩隻馴服的動物 綿羊可以吃 達達人他是一個蠻有趣的文明 他是有 洞莊駱駝跟大洛馬的文明 而且草原騎兵是遊戲裡面 遠防最高的草原騎兵 可以等一下這個 絲護甲讓草原騎兵更坦一些 達達人他的攻兵路線是沒有強 但是有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的馬共 而且是免費的 這兩個是免費的 所以他的速成馬共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個達達人他的高打低 也是傷害非常高 所以比一般的文明 還要再多一些傷害的 所以達達人很適合走馬共路線 跟草原騎兵高打低 用這個一點的攻擊射程 去優換對手的兵力 那達達人他後面也有大槍兵 雖然有大槍兵 但是沒有這個 撲兵鎧甲 但是呢遇到對方大量駱駝遊俠時候 如果真的沒黃金還是得出槍兵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MBL選擇是西西里人 那西西里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石頭一開始是加100石頭 那他的城鎮中心呢 是可以進到速度非常快的文明 還有這個城鎬也是 那西西里人呢 他的主要部隊是槍兵 跟步兵路線為主 這個薩金特衛兵呢 是雙綁非常坦的一個步兵單位 那他的工兵單位呢 有強弩 但是沒有盟子環 也沒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主要的主力呢 還是要靠自己的騎士 重裝騎士配上鎖指甲 那這個效果呢 可以讓他的西西里的騎士 遠防高達8點 非常的坦 強弩怎麼射都只有兩滴血 那西西里人呢 他的主力是騎兵跟步兵的原因 所以中後期 很容易會缺金 或是打太多騎士 導致自己基因消耗太快 那有些玩家 西西里人到帝王時代 會選擇走這個銀罐技術 第一次十字軍動陣 直接轉成步兵 消耗力量就沒這麼巨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黃金目前看起來 右邊呢是有一塊黃金的 左邊也有一塊 中間有一塊 下面有一塊石頭 看起來黃金的部分是比較OK的 後面這塊還可以 並不會到太差 下方的打打Hera 後面有一塊黃金 上方有一塊黃金 附近也在前方 那這張浮紋石群 他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跟阿拉伯其實很像 可以看到資源分布 跟阿拉伯沒什麼兩樣 就只是這個地方 會有一些石頭在 還有這個 石頭看起來是沒有比較多 然後木區呢 看起來跟阿拉伯也是差不多 但是好像又比阿拉伯 木頭更多一點 所以如果有石紋 浮紋石群的時候 阿拉伯的愛好玩家就有福了 你可以選擇阿拉伯 跟符文詩群 做一個爬笨的主要地圖 OK 那現在打打人點下了風箭時代 西西里人這邊也是點下了 風箭時代兩邊都是 不是喔 MBL這邊更早18P 但是棒棒沒有打 而是要打肉碼開局 現在如果西西里人要打棒棒卡弓的話 也不是這個時間點出發 所以一定是打那個肉碼 不然就是工兵喔 但現在工兵開的優勢 並不是那麼大 肉碼開還是主要優先的一個選項 好 那MBL跟HERA 兩邊都是選擇肉碼開局 兩邊前期稍微 互相切錯一下 兩邊的肉碼血量都有點低了 一個是21D 一個是15D MBL血量稍微低一些 但是槍兵來了 好 待會就可以來戳一下 我們戳到 底下肉碼 結果 這個肉碼直接被打打的肉碼高打滴給秒殺掉了 千萬不要跟打打拼高打滴啊 絕對拼不贏了 即使是肉碼 也是很能打得贏 好 這邊過來溜進來 抓到了一村 這一波賺了 好 這裡想要圍 圍不住 MBL兩隻肉碼開始做到的事情 槍兵也走進來 兩邊槍兵都在想辦法錯到對方的肉碼 但是MBL跟HERA直接收掉了對方槍兵 MBL選擇繞幹 先跑再說 好 家裡直接圍死 沒意外的話 應該都是兩邊打直層啊 圍這麼大 通常就是直層上去要來打寶兵 或者是要打開農路線了 然後達達人這邊打寶兵呢 並沒有太多的特別優勢哦 這個雀雀的傷害呢 是九點傷害哦 甚至連一般騎士傷害都不如 但是他的造價便宜哦 血量又多哦 通常在打打的時候 都當成馬工的坦克單位做使用的 所以這邊上去的話 也不確定到底是要打什麼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兩邊城堡時代會怎麼去做後期的博弈哦 好 MBL 這邊是 沒有太多的變化 Hera則是選擇了馬工開局的樣子 那現在馬工開局呢 有分成哦 兩射箭場 或是三射箭場的開局模式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 二射箭場 去轉馬工出來 那這個優點呢 是可以開TC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Hera這邊是開了TC 而且馬工呢 可以慢慢穩定生產 這個也是我覺得 打馬工路線比較好的一個 發局流程 這個 開局流程 因為如果你三射箭場下去的話 雖然馬工第一時間數量夠多沒有錯 那如果這時候防得很好 導致你開不了TC 經濟落後很多的情況下 就會非常危險哦 像這個情況 MBL哦 就是 農得非常好 3TC都已經開好了 算是待會要開4TC哦 已經4TC了 不好意思 好 那現在4TC開下去 MBL 在前方補了一根橙樓 那這個橙樓呢 跟潮血一樣 會自動隨著時代自己升級 這可以看到這個橙樓 血量已經來到1500滴血 那MBL的橙樓呢 算是一個很強大的劍塔單位哦 但是這個造價又更多一點 好 那七七蟻人 現在橙樓現在有稍微有點有優勢 但是 防守來說 還是要靠魔砲去守一下 對方的哪攻 好 MBL這邊也可以按頭子車 出來直接換 這邊可以直接高打滴 我們對方的攻擊間隔 換出來直接換 好 MBL 還沒有打算要出來 等第二台出來嗎 好 頭車出來先換掉一台 第二台沒機會 頭車直接回頭打了一發 哇 邊前期打得有點 農啊 好 那現在MBL已經4TC開農關係 村民宿領先20吋 經濟支援呢 也領先了1500支援 七七蟻人 在城堡時代直接開4TC的時候 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甚至呢 他可以算是 村民宿最快可以農到100村的文明 這37系列的開局給100死的優點 而且他的農田呢 只要點下1級農 2級農 這個農田又可以吃得更久 所以到城堡時代的中期 他的經濟優勢會越來越明顯 因為人家可能撒2輪田 他只需要撒1輪田 那這樣子經濟差距就會明顯的 被 超過 這邊可以看到45片田了 MBL 決定還是要走騎士路線 直接農到了帝王時代 ERA這邊也是 直接農 繼續農 這邊是選擇了3TC 點帝王之後 開第4個城鎮東西 好 繼續農上去 ERA這邊則是在高地博利跟城堡 開始準備要來控土了 右邊的部分 黃金也要趕快找個機會 控下來才行 這黃金的位置很重要 好 那現在ERA這邊在做偵查 除了在農之外 也有在做偵查 MBL 這邊則是補了一個步兵鎧甲 有可能也是有打算要轉這個 煞金特衛兵嗎 有來了 第1次實際農增 這就是我們說的 有可能有些 C系列玩家 會打這個煞金特衛兵 是因為黃金打這個騎士 會消耗得很快 那如果直接補一個5TC 待會 這個 第1次14G 終身 就可以讓薩金特衛兵 直接產生25隻出來 而且還可以獲得抗招響的效果 好 這邊可以看到 MBL是轉出了薩金特衛兵 但步兵鎧甲還沒點下移動輸入也是 現在攻防都還沒有提升 其實這邊要點下第二個兵弓場 會更好 那如果點兵弓場的話 就意味著自己的精銳很難提升 MBL這邊可能點完銀罐技術之後 還是會想要提升一下精銳的升級 然後這邊稍微串燒 把左邊的馬弓血量打得非常低 果然點下了金罐 索支架 三級馬卡 重裝騎士趕快點下 走的是薩金特衛兵 敲劍塔 然後 重裝騎士 作為主攻的一個套路打法 這也不算套路 算是一個很強悍的CC的戰術 這看起來什麼都要打 但其實他的主攻還是要靠索支架 那CC裡的薩金特衛兵 主要是拿來插劍塔前推空土的一個角色 他並不會去出太多薩金特衛兵 所以薩金特衛兵可能去繞背 蓋劍塔 可能是重點塔 這裡還是要靠重裝騎士 去作為突破的出發口 好 重裝騎士果然出發了 後面的勝率想要招翔 但是現在有抗招翔 你要怎麼招 我看是招不到 但是結果沒有騎士在打身旅 那就有機會招得到了 哇 這邊招了很久 還沒招到 最後招了兩隻騎士過來 NBL 直接用大量的重裝騎士 捏了過去 CC裡的鎖支架 真的是非常的坦 現在這些馬弓有點射不太動 雖然有重裝馬弓 但是還沒有化學 現在一點傷害呢 死死一點傷害 有8點的遠防的鎖支架 就可以變成以下3T而已 好 殺精特衛兵直接走到後面 也不管 好 你的重點就是要來擦城樓 操成數量 擦城樓 點下了3級的步兵鎧甲 點下了1級射 這一拖馬弓擊殺掉的 七星儀的騎士非常多 好 這邊開始工程 NBL的經濟非常的好 資源速現在是領先了4000資源 後面的城樓也開始在搞屍了 哇 可以看到城樓到地龍時代 是擁有一次射3發箭矢的效果 即使裡面沒有人 也可以射3發 他的箭塔呢 就是血量比較多 然後又有自動升級的效果 朝鮮日本 複合體的箭塔 好 地龍時代兩個箭塔 插在這裡 血量2000多滴 待會還可以點個什麼建築學 增加更多的血量 那這邊NBL 騎士消耗的還是有點兇 黃金消耗的很快 那還有這邊是一個樹地決戰的流程 所以前期黃金並沒有消耗太多 應該還可以再打個5分鐘 繼續出騎士沒有問題 那現在NBL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繼續控土 用這個薩金特衛兵 把HERA家裡直接控好控滿 那HERA家裡開了非常多的聰明 在做一個插寶反制 等樓的一個流程 好 現在正面騎士已經 有點快擋不住了嗎 馬弓雙來到47隻 不續於分推的 鎖支架騎士也被處理掉了 好 這波往前 有點賺到 但是 NBL還是損失了非常多的騎士 這一波 感覺鎖支架騎士並沒有賺到太多 反而是HERA這邊比較賺一點 但是現在家裡後方 已經爆炸了 這波騎士為什麼要這往前衝 就是不希望HERA回去救家裡的 這些鎖支架步兵 不是鎖支架步兵 這個薩金特衛隊 薩金特衛隊在後面一直在搞事 這就很難打了 騎士一直往前衝 不讓我的馬弓回家 一回家的話 城堡就會掉 不回家的話 後面又被城樓插爛 這個真的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OK 那現在終於突破了前面的騎士部隊 然後拿村民過來修靈一下 巨型投資機 最後還是被馬弓集火點掉 正前方的重裝騎士 再一次嘗試突破 馬弓的追擊 OK 薩金特衛兵已經到處砍了一大堆村民 但是HERA的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還有134村 村民一直沒有斷 所以現在村民術雖然擊殺被三四三隻 但村民術還是差不多 MBL這邊經濟術還是有些領先的 但領先5000多 是否還可以繼續挖 好這邊直接過來守司建塔 喔 HERA這邊反應很快 沒有人防守 那我就過去守司就好 好現在家裡的問題 應該快要解掉了 好薩金特衛兵現在也慢慢按了幾隻出來 想要繼續插塔 好但薩金特衛兵並沒有精銳版本 現在要提升一下嗎 現在黃金稍微點修 40幾個人挖金 但感覺黃金快要挖完了喔 好右邊有6隻馬弓 過來刷一下挖金桶村民 這一波MBL打得非常的兇 好大部分的資源點喔 都想要給他控下來 那HERA這邊要打贏的辦法 就是收好每一個點喔 然後用巨頭慢慢插圖城樓 然後繼續推進對手的陣地喔 會更好 把這個壓力喔 趕快轉移到對手家裡喔 不然對手家裡沒有壓力 就很容易喔 一直把兵送到自己家喔 那現在看起來 MBL這一套打法喔 相當成功喔 已經有做到一些事情 而且有些野礦資源點 都是暫時空了下來 尤其是這塊黃金也是喔 但終究呢 中裝其次的消耗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可以看到MBL的黃金喔 庫存一直複足喔 但PERA這邊也是喔 PERA這邊則是把自己的 黃金資源喔 投資在了馬弓身上 並沒有轉出槍兵阿 或者是其他的單位喔 去做反制喔 甚至連火槍都沒有 好 火槍這裡不出 其實也沒關係 用馬弓去打也行 但中裝其次好像真的太坦了 這一流之騎士 可能要抓到非常多的馬弓 欸PERA這裡好像沒有意識到 左邊的騎士坦度十足 尷尬了 PERA 光兵鎧甲也沒提升好 這一波打下去有點炸裂 好 這邊再拉了一些騎士過來支援 好 PERA這邊也是 但是這裡中裝其次已經往前衝鋒 騎士上阿 馬弓三十二隻 中裝其次 四十隻 正面開始亂竄 PERA又在躲在這個小洞口 進行 防守 OK 這邊應該只能在這邊擔 那MBL可以用更多騎士到處逼低 摳村民 好 左邊這個實況 終究還是要被拿下了嗎 這裡左邊的騎士阿 已經被抓掉了 好 後面這七隻騎士 抓掉了非常多的馬弓 MBL這一波打出了非常大的戰果 哇 看起來這一坨 重張馬弓要被騎士給砍光了 MBL這一波大戰 但是黃金已經見底了 怎麼辦 黃金見底很難受 現在 HERA後面還有一塊黃金可以慢慢挖 現在MBL沒黃金只能轉七騎兵了 那CC是一個沒有大洛馬的文明 一旦沒有黃金變成七騎兵路線的時候 超慘阿 是要偏兩的時候了 OK 後面的黃金也挖完了 MBL黃金雖然挖得多 但是消耗得也快 好 HERA這邊開始轉了 一級攻 可能也是要轉洛馬了嗎 那打打可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喔 那打到後期 兩邊洛馬互撞 甚至只靠洛馬單挑 MBL CC這個文明喔 似乎越來越劣勢了 那雖然也是可以轉槍兵就是了 好 那現在 要轉槍兵 還差囤點支援 但是MBL 已經黃金歸零 甚至連攻城七都很難出了 重裝七是 出這麼多 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沒黃金的怎麼打 哎呀 ERA家裡也是沒黃金的狀態 但是左邊這塊黃金拿下來了 黃金這裡也是 好 這個主金也是喔 完蛋了 這一波ERA直接提升了大洛馬 但是要打消耗戰 MBL則是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自己的工程器上面 這一坨馬公 還是把這一坨騎士給逼退了回去 右邊又一隊小隊重裝騎士 要來偷家了 好馬公直接手撕巨頭 引起兵上去阻止 別拆別拆 但是謝里其實也可以轉戰矛兵喔 去反擊馬公喔 但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用戰矛兵成型需要一點時間之外喔 也很容易被馬公喔 或者是被對方落馬直接免壓回去了 所以MBL這裡不轉戰矛 也是有這個顧慮在的 好 而且現在要轉兵確實也沒機會了 黃金資源不太夠 好 現在家裡 HERA有點被抓了一些村民 村民一直有在補 應該是問題不大 好 35隻馬公 繼續給到更多的壓力 但是這個馬公 數量也要保存起來才行啊 好 到了馬公 碰到了後方的巨型投資 有機會拿下嗎 應該是沒辦法 沒有三公 當然還是有點差 好 這一波 HERA應該是食物拿捏問了 NBL 還有辦法繼續騷擾嗎 欸 結果後面的重裝騎士好像做到了一些事情 但NBL的主力部隊已經被瓦解了 中間的肉馬一直被擊殺 雖然有86片田 但是肉依舊不夠用 好 這口騎士繼續控TC HERA家裡的農田還有49片田 右邊這邊才是農田大戶啊 OK 現在經濟狀況 兩邊都不是非常好 都是缺黃金的一個狀況 但是NBL 最近已經缺到歸零了 甚至要有修巨型投資機 都沒有辦法了 好 現在農田來到90片田 NBL 缺金 只能選擇輕騎兵 先扛一下 好 左邊開始補馬之後 要展現出更多的BD策略了 繼續偷家 BD就是偷家的意思 OK 前方的肉馬又抓到了巨頭 炸裂 真的是炸裂 好 站住的肉馬往前衝 炸裂 挖掉了一些馬工 馬工直接 把這些巨型兵給反擊回去 後面的城樓中午被拆掉 現在局面對於NBL 槍札狐狸 沒想到我們 剛剛 一開局的分析 居然 好像 硬電了 屍性的問題 一直都是重裝騎士所之價 消耗太大 不管是升級資源 還是要斬這個 薩金特衛兵 的這些工防加成 打到後面 防禁是非常缺乏的 甚至後期也沒有太多垃圾兵好用 只有全滿的垃圾兵 就只有槍兵而已 戰毛也沒有全滿 肉馬也是 所以現在 這個局勢相當為妙 HERA這邊 剛剛好像暫停了一下 可不可以夠呢 NBL說可以 那NBL還沒有放棄喔 這邊還在繼續補村民 好 現在兩邊都在努力的 想要反撕對手 但是HERA這邊的大肉馬 很明顯有體質上的優質 血量95滴血 兩邊單挑怎麼輸 可能會直接輸了一個三攻 好 但達達巨頭已經看工程 但已經沒有黃金 可以點下金冠技術 鐵木的工程術 現在只能點個 支護甲 增加一下 這個 馬功的遠防喔 支護甲的遠防 支護甲的遠防 好 結果清奇兵直接抓掉巨頭 這一波馬功成功了 這一波清奇兵成功收掉了 HERA的進攻主力 但這邊主力也是再繼續包 清奇兵也是砍掉了非常多的馬功 好 但是肉馬又再度被打掉了 但是後面集結速度非常快 第二坨馬功又來了 但是這一次 是有大肉馬過來支援 NBL難受了 好 HERA現在是馬功四十二隻 三公也點下了 現在NBL 黃金 零 木頭十五 農田霸四 怎麼辦呢 這個支援量看起來很不妙 HERA這邊是不是有五生物啊 哇 四生物 黃金跳得還是很快 現在連三級的工兵鎧甲也能點下 好 再過不久 NBL可能就要被HERA的黃金兵打到頭破血流 好 左邊大肉馬 直接被NBL的清奇兵給壓了回去 這個數量 有點劣勢的樣子 好 但NBL 還有 還是沒有打算放棄 兩邊開始進入了後期的垃圾決戰 到底誰的垃圾兵更勝一籌呢 好 這一波打打HERA高打低 直接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緩殺這坨清奇兵 洛馬直接砍爛 而且我現在已有三攻了 好 但這一波清奇兵又再次融得出來 這一次一定要拿下你更多的馬攻才行 打打這邊趕快上高地 才可以獲得更多的傷害優勢 OK 上高地之後 開始打自己清奇兵 傷害非常的痛啊 哇 血量掉的好快啊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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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NBL打了161隻的重裝騎士 快要300隻的清奇兵 那可以看到 薩金特衛兵喔 其實刺手不多 這個打法就是 鎖之甲騎士轉 死云東征 死云東征的步兵呢 是拿去插塔重裝騎士 作為主力的打法 那HERA好像對這套戰術相當了解 只要後面喔 雖然被插塔 但也不要緊 城堡建起來 巨頭慢慢拆 有機會喔 再拿一些馬攻 去抓掉後面的這些薩金特步兵 其實就問題不大了 那前方的馬攻呢 還是要繼續扛住 前線的鎖之甲騎士才行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NBL拿下支援上的勝利喔 贏了支援卻輸掉了比賽 黃金的部分 其實NBL並沒有挖的這麼多 反而是HERA的四生物的黃金喔 獲取的黃金更多一些喔 這一點果然在遊戲的大後期 撿生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